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同到期 仍然履行职责 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最终到底是哪一种需要看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法院 查明的事实由法院来做出认定了 下班路上的意外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大家讲过许多关于工伤的案例 相信大家对其中的一些法律点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我先来考考大家 假如您在一家单位或是公司上班 在这个合同到期 还没有来得及续签的情况之下受伤了 这种情况之下 能否认定为工伤呢 法律上对这一块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方山县的杨师傅 与妻子结婚三十多年了 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都已经成家 与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 平时杨师傅两口子 在村里种着点地 农闲的时候 也在周边打点零工 2017年 杨师傅成了当地的一名护林员 之后 杨师傅还与当地的林业与草原局 签了一份合同 明确了双方的权力与义务 合同从2017年1月1日起 至2017年12月31日至 为期一年 一年一签 就这样 杨师傅在这个护林员岗位上 一干就是三年 时间来到了2019年12月21日 这天下午四点多 杨师傅的儿子 突然接到了亲戚 打来的一个电话 突然我见到我哥的电话 说我爸出事了 说在哪块 在哪块 我赶紧就把那个大车 开到这个洗煤厂 赶紧开上我的小车 就到了第一现场 去了以后 我看到我爸在那躺着 摩托车也在那倒战 我爸 什么地方受伤呢 看见 也根本都没受伤 就是一直在睡着了 就红迷了 当杨师傅的儿子 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父亲倒在一条大路上 已经陷入了昏迷 身旁还有大小车辆不断驶过 经过检查 杨师傅因为驾驶摩托车 没有佩戴头盔 头部受伤严重 此外还有多处肋骨骨折 在重症监护室 治疗了五天之后 杨师傅因伤情过重 离开了人世 杨师傅的离世 让一家人陷入了 深深的悲痛当中 那么他好端端的 怎么就倒在路上了呢 他的死亡 就是因为这起意外 还是说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事后啊 杨师傅的家人 也申请了司法鉴定 尸检报告显示 死亡原因呢 正是因为外伤所致 那么这起意外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出事当天 杨师傅骑着摩托车 又是去干什么呢 当时我爸在这儿躺着呢 他身上穿的这种 妇灵防火的衣服 还拿着铁锹 这是他的衣服 是妇灵防火 这里边发的 这是一把铁锹 杨师傅的儿子说 父亲出事当天 是去山上巡逻了 因为出事当天 乡政府就发出过通知 他十年多 发的全体保护林员 生态护林员 今天全部出动到自己的 这是12月21号 对 第二天是冬至 对 第二天是过冬 据杨师傅的儿子说 这些聊天截图 是他事后 在其他护林员的手机上 截取的 因为父亲 在出事的前一天 退出了护林员群 所以 并没有在微信群里回复 但他在两天前 去乡里开过会 知道当天 要去护林防火 除此之外 杨师傅的儿子还说 同为护林员的老李 也可以证实 父亲当天 确实是上山去巡逻了 老李说 当天 正是他和另外一个人 与杨师傅 一起从山上返回的 我父亲他在那边 大武镇那边的一座山上 复里黄火 回我们家是在 这边 那边住着 在那边 那边住着 他回 每次下边回家 都是这条路 是必经的一条路 你都是经过这条路 对 必须要经过这条路 再没有其他路 我爸就是在下班的路上 发生的意外 这肯定是工伤 那么这起意外 是如何发生的呢 杨师傅的这种情况 能否被认定为工伤呢 下班途中 发生意外 到底是何原因导致 我去摩托车 跟前看到 这有什么印 这个地方 对 造势车辆难寻 现场是否有目击者 前面有车停着 以为是 磕托车碰上了 那那个 发现干啥事 一段监控视频 能否还原 事情的真相 这个时间 跟我爸出事的那个时间 也差不多吻合 下班路上的意外 发在身边 正在讲述 杨师傅的家人觉得 杨师傅是在下班途中 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 应该属于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第六款的规定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可以被认定为工伤 但是啊 想要依据这一条 进行工伤认定 还得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 负主要责任的啊 到底是哪一方呢 杨师傅是怎么摔倒在路上的 这其中是否有赵世芳呢 老李说 事发时他并不在现场 所以也没有看到 杨师傅是怎么出的事 在事发路段 还有一些商户 那么他们其中是否有目击者呢 他就在你家门口 有没有听见这个朋友 你是这么个响动了或者啥了 没有 直接就听见 就是我都是倒了 我光是听见我都是倒了 你倒的时候他旁边也没有车 没有车 没有车 后面也没有车 没有 据这位商户说 他和其他商户 都是在杨师傅倒地之后 听见响动才跑出去看他 至于杨师傅是怎么摔倒的 大家伙都没有留意到 前面有车停在 以为是磕着碰上了 目前那个保险盖啥事没有 没有碰上 没有 前面是停那个车 但是他没有碰上 停车没有碰 是这么回事 没事 那这就奇怪了 难不成杨师傅是骑着摩托车 自己摔倒的吗 然而对此 杨师傅的儿子 却觉得有些不太可能 他就在那个地方躺着 摩托车是往膝盖那边靠着 身体也在那边倾斜着 当时现场又没有血 流血啊什么的 杨师傅儿子的意思是 父亲摔倒的地方 周围并没有障碍物 他觉得父亲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摔倒 所以他猜测 是经过的车辆把父亲撞倒的 因为他事后在摩托车的后面 发现了一处可疑的痕迹 我去摩托车跟前看到就有什么印 在杨师傅的儿子提供的这张照片中 我们看到在摩托车后尾部的铁架上 确实有一处不太明显的蓝色油漆印 所以杨师傅的儿子怀疑 应该是一辆蓝色的车经过时 将父亲所骑的摩托车蹭了一下 导致父亲失去平衡 这才摔倒在地 事后 他也查看过附近一家加油站的监控 果然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它是在哪一块儿出的 在这个牌子后面 就实实地在这个牌子后面 你正好挡住看不见 对 正好挡住了 你是说撞了一下 你是说哪个车撞了一下了 监控视频显示 在事发当天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有一辆蓝色的三轮车 驶过杨师傅出事的路段 并且车头明显拐了一下 但因为一处广告牌的折打 监控视频中并没有看到 杨师傅骑摩托车的身影 也看不出这辆三轮车 是否与杨师傅发生过碰撞或者挂蹭 这个时间跟我爸出事的那个时间 也差不多吻合 因为他这个后边 他摩托车后边有一块蓝 蓝色的三轮车 摩托车尾部的油漆 再加上时间也相吻合 虽然监控视频 并不能看到事发经过 但杨师傅的儿子还是觉得 就是视频当中这辆蓝色三轮车 将正常行驶的父亲蹭了一下 导致父亲摔倒在地发生意外 那么实际情况是否真是这样了 事后当地的交警队 也对这起事故进行了调查 事故中队的民警说 杨师傅的儿子 是在事发十几个小时之后才报的警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现场已经遭到了破坏 他们事后也找到了 那辆蓝色三轮车的车主 经过调查 该三轮车与这起事故没有关系 事后当地的交警部门 也对事发时间段 经过该路段的十几辆车 一一进行了核实 并没有发现可遇车辆 至于杨师傅摩托车 后面的那个蓝色油漆 是否是在本次事故当中留下的 也没法确定 因为没有直接目击者 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到底有没有责任方 责任又在哪一方 这些也就没法说清楚了 所以当地的交警部门 只是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无法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那么假如这起事故 就是一起单方事故 并不涉及赵世芳的话 还能否依据工商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第六款的规定来认定工商呢 关于这个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赵佳佳律师 请赵律师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 好的主持人 根据工商保险条例的规定 在上下班的途中 非因本人主要责任所产生的交通事故 是可以认定工商的 单方事故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本人的责任 这种情况是不能认定工商的 出事以后啊 杨师傅的儿子也来到了当地的人设局 想给父亲申请认定 然而除了缺少交警队出具的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外 连杨师傅和当地林业和草原局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也出现分歧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合同已经到期 他还能否进行工商认定 我爸是17年和18年签的合同 19年他已经年满55周岁了 所以说就合同没有续签 已经解除劳动关系 他为何还要去工作 说一下以后他自己去了 那是他的责任 对不对 意外难以预料 安全意识要提高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安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要有 下班路上的意外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劳动合同是确认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的一种凭证 因为之前杨师傅 与林业和草原局签过合同 所以杨师傅的家人觉得 杨师傅的这种情况 应该可以认定工商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林业局的人告诉我们说是 我爸是17年和18年签的合同 19年他已经年满55周岁了 所以说就合同没有续签 原来在杨师傅2017年 与当地林业和草原局 所签的合同上 还有着这样一条约定 以防年龄超过55周岁时 含55周岁 本协议自行终止 且再不得聘用 2019年杨师傅的年龄 刚好到了55周岁 已经到了终止合同的年龄 在这份合同最后 只显示了 双方曾在2018年续签过一次 2019年并没有续签 我们觉得就算是解聘了 林业局应该也出具一个文件 或者是一个口头通知 让我们不用去了 老婆叔说 你跟我爸说一下 就是说说一下 以后他自己去了 那是他的责任 对不对 我们问过林业局的 林业局说 这个合同不续签 就是自行解聘了 他们不用通知 自己不用去就行了 既然双方在签合同的时候 已经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 所以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该合同就已经自行解除了 杨师傅也就不用继续参加工作了 但是杨师傅可能觉得 他没有收到通知 所以就继续去工作了 一方认为合同已经终止了 这劳动关系也就不存在了 而一方却认为 虽然没有续签合同 但是还是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那么大家对于此事又是怎么看的呢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互动席位上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到 这位叫做树叶的朋友 他说 有劳动合同 那肯定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没有的话 那就不好说了 而这位叫做原权的朋友 他说 没有劳动合同 并不代表不存在劳动关系 杨师傅履行了工作职责 这就说明 双方在事实上 还在继续这个合同 对于这个问题 网友们也是各有各的说法 那么在法律上 对此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劳动合同的终止 也就代表着 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一个终止 第二个观点是认为 只要杨师傅家人 能够提供充足的证据 证明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 杨师傅依然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为这家单位提供劳动 那么双方之间形成了 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最终到底是哪一种呢 需要看双方提供的证据 结合法院 查明的事实 由法院来做出认定了 事后啊 杨师傅的家人呢 申请了劳动仲裁 请求确认 杨师傅与方山县林业和草原局 存在劳动关系 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呢 杨师傅于2019年5月12号 已经满55周岁了 合同自行终止 并且呢在2021年的1月26号 做出了裁决 杨师傅和这个被申请人 方山县林业局 2019年5月12号 到2019年12月26号 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 杨师傅的家人不服裁决 他已经起诉到了 当地的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 在杨师傅与林业和草原局 所签的合同中 有杨师傅本人的签字 合同内容应当认定 是杨师傅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 即对一方年龄超过55周岁时 含55周岁 本协议自行终止 且不得再聘用约定的同意 因此应当认定 合同双方对互联员合同 于2019年5月19号彻底终止 另外乡政府管理人员 在护林员微信群发出通知时 杨师傅并不在该微信群中 应当视为 护林管理人员没有通知杨师傅 为要求杨师傅去护林防火 杨师傅的行为 应当是自己的行为 原告提供的证据 也无法证实 杨师傅确实是接到 护林管理人员的通知 要求其去护林管护地点去防火 2021年6月16号 法院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杨师傅家人 请求认定 2019年 杨师傅与方山县林业和草原局 存在适时劳动关系的请求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安全意识 在任何时候都要有 否则意识的疏忽大意 就会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律师 快文快答 我通过中介租房子 合同签了一年 交了一万元房租 只住了一个月 门锁就被换了 进不了租的房子 门上贴的纸条 写的房租到期 联系房东对方说我没有给钱 报警 警察了解情况后 发现我是中介 是跟二房东手里租的房 找二房东退钱 现在联系不上我该怎么办 城住人通过中介和二房东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目前的情况是二房东隐瞒事实 当然也可能是中介没有禁止调查 双方都有过错 那么这个二房东和中介都有过错 那么城住人可以起诉二房东和中介 要求他们退完租金并且承担损失 我认为他们的过错 应该在法宁审理过程中应该可以查理 我叫几个朋友吃饭 当时有一个朋友喝多了酒 饭后我把他送回了家 两天后对方身体还不舒服 于是打了120 送到了医院 抢救一天后人去世 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 喝酒期间我们都没有劝酒 这是我们有责任吗 如果在这次饮酒过程中 大家没有劝酒 并且发现情况以后 将对方这个护送回家 已经进到了这种安全保障医务 各方都没有过错 那么对对方不幸死亡的这个事实 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过错赔偿责任 从道义上讲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是做中介的 带客人看房子 后来房东和客户私自承销了 没有给我中介费 我该怎么办 作为中介介绍人 也就是中介 那么法律上叫居间人 应当与这个房东和客户 均依法建立相应的这个合同关系 那么建立了这个合同关系之后 居间人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居间义务 促成了这个合同的成立 那么另外的两方再私自成交 那么这个就对于这个居间人来说 就构成了违约 那么居间人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 要求另两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